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汪宫起兵 环玄起兵 顺恩乏烂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动荡之中 有一支军队 只要他投靠谁 谁就胜利 只要他背叛谁 谁就失败 那么这支军队如此的神奇 这是什么军队 我们上一次说了 北斧兵 在回水之战前后开始 半个世纪之内 北斧兵三个字 就是常胜军的符号 那么这支部队 还有一个人物 和他生死并存 这个人物叫做刘劳之 那么北斧兵开始 是由谢玄领导 因为他本身就是谢玄 主舰的 后来谢玄死了 刘劳之成为他的 这支军队的主要将领 也可以说是最高 同事 但是刘劳之和谢玄不一样 谢玄出身名门 人脉关系很广 同时受谢安看好 又在桓文的帐下 学到了很多的本词 特别是有政治头脑 但是谢玄一死 刘劳之 他就失去了一个领路人了 北斧兵也失去了 他的政治方向 那么这样一来 在东晋纷纷牢牢的政局之中 刘劳之带着这支北斧兵 投靠了许多的势力 也背叛了许多的势力 成了一支雇佣军 那么他经历了哪些投靠和背叛 第一次投靠和背叛 是王公 那么这位王公 我们上一次谈到 他是太原王室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地方 那么为了反对司马道子的专权 他以诛杀王国宝为名 从镇江起兵 那么在他的部队里头 就有北斧兵 因为刘劳之 从北伐失败以后 撤回到江南 就投靠了王公 被王公招揽到门下 那么有北斧兵作为基础 王公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强 那么一起兵 司马道子受不了了 把王国宝给杀了 那么王公也退兵了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一个将领 一个士族 他的力量一膨胀 他就想扩大自己的力量 那么过了不久 王公重新起兵 要和司马道子再一争高下 这个时候司马道子 与一个儿子 很有意思 司马道子我们上一集说 他是17岁 开始出道 那么这个时候司马道子的儿子 司马原显也只有17岁 他就看出了王公军队里头的问题 什么问题 看出了王公和刘劳兹之间的矛盾 什么矛盾 因为王公本来就是利用刘劳兹 他压根就看不起刘劳兹 什么原因 刘劳兹出身 很威贱 刘劳兹没有政治头脑 所以他看不起 而刘劳兹啊 随着他的战功越来越大 地位也越来越高 听好话也越来越多 所以也越来越在乎 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所以和王公之间就离心离德了 但是他们的这个缝隙 被司马原显所窥知 所以司马原显派出了使者 一番所复 并且徐以高官后路 刘劳兹投降了 背叛王公 投降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原显父子 结果王公兵败备杀 这是第一次 那么应该说 背叛了王公以后 他就投靠了司马原显 这个时候 上游立志部队 顺江南下 顺江东进 这支军队是环旋的军队 那么司马原显派出刘劳兹 带领北斧兵 打前阵 大军浩浩荡荡 和环旋对峙 那么环旋这一次出兵 他忌讳的就是这个刘劳兹 忌讳的就是北斧兵 因此在他的策反之下 刘劳兹第二次反了 反随反司马原显 被环旋派到刘劳兹云中的 是刘劳兹的舅舅 舅舅和外甥之间就无所不谈 但是无非是老生常谈 狡兔进 猎狗喷 什么飞鸟进 梁公长之类的 这么一些称之烂调 但是关于白起的遭遇 关于韩兴的下场 关于樊黎和文仲的 不同的最后的结局 深深打动了刘劳兹 实际上这个舅舅 也不替刘劳兹这个外甥想一想 既然如此 你投谁不是一样吗 这个刘劳兹 在这一番所复之下 背叛了司马原显 投靠了反选 但是这一次的反叛和第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反叛王公 王公怎么说也是东京的叛将 投靠司马原显 司马原显怎么也代表着朝廷 但是这一次不对 樊权在许多人看来 他就是叛臣 而司马原显不管怎么说 他代表着朝廷 那么背叛司马原显 就是背叛朝廷 他道义上是不对的 所以包括刘劳兹的儿子 叫刘靖宣 刘劳兹的外甥 叫何无忌 还有一个在战争中脱颖出来的 重要将领 叫刘裕 我们以后要说到他 统统表示反对 但是刘劳兹不听 论男投降 背叛了司马原显 实际上 投靠了樊权之后 刘劳兹心里也不踏实 在司马原显的手下 司马原显给了他 原来王公所有的地位 那么樊权能够给他什么 樊权只有废东京的皇帝 自己做皇帝 才能给刘劳兹更高的待遇 但是樊权对刘劳兹更看不起 看不起他什么 第一 出身门第不高 没有政治远见 第二 尤其看不上他 背叛王公 投司马原显 又背叛司马原显 投靠自己 樊权有一个很合乎逻辑的想法 如果有朝一日 别人拿拢你 有更好的诱惑 你是不是又被我而去 那么刘劳兹也一样 也警惕这一条 但是觉得自己有军队 你敢拿我怎么样 你如果对我不攻 那我就干掉你 等到发现樊权 想对他下手的时候 樊权真的下手了 怎么下手 把他和军队分开 剥夺他的兵权 让他和北斧兵分离 给了他一个职务 什么职务 曾东将军 会计太守 你既不能在南京 也不能在京口 你到绍兴去 这个时候 刘劳兹决信 进行第三次反叛 那就是反樊权 他把将领们招来 说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樊权现在又要对我下手了 我建议干掉他 但是大家不干了 怎么不干 有一个著名将领 说了一句 震害人心的话 这句话说得极其地要害 施不可责 莫大于反 我们最不能干的事 就是背叛 我们已经背叛了王公 我们又背叛了司马元行 我们现在又背叛环玄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中国还有一句成语 叫做反夫小人 说的是 当你的选择了干一个事 追随一位人物以后 你觉得后悔 觉得第一个选择是错的 你可以重新选择 投靠别人 这就叫反 但是 你做了第二次选择以后 你觉得还不如第一次 又想返回去 这叫什么 这叫负 这就是反夫小人 当然由于刘劳之 功劳太大 他的反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不忍心 称之为反夫小人 但是他的将领就这样看 于是将领们一空而散 散到哪里去 回到京口去 回到扬州去 回到其他地方去 整个北斧兵散火了 刘劳之一生的龙卢 就靠这一支北斧兵 北斧兵的主要将领 离他而去 包括他的外甥 离他而去 他走投无路了 最后只有自己 了结自己的性命 所以真是极其的可惜 一代英豪 在东京末年 这种变幻莫测的 这种政局之中 他看不清方向 迷失了方向 最后落得一个 非常悲惨的下场 实际上这也给 中国历史上 所有的将领 所有的军队 画上了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 要有正确的 他的政策方向 刘劳之虽然去世 但是他带出的一批 著名将领 却依然活跃在历史舞台 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将带领北斧军走得更远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第十集 北斧传承 由于刘劳之缺乏明确的 政治目标 他频繁地游走于 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冲上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最终可悲地成为了 历史的殉葬品 而北斧兵虽然一后而散 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在一个人的领导下 重续起来 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组织 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 造成了两近历史的巨大转折 这个人就是后来 南朝留宋政权的建立者 刘裕 这个刘裕 他有一个华贵的出身 什么华贵 他是汉高祖刘邦 的弟弟 叫刘娇 是刘娇的二十一四孙 刘邦做皇帝以后 把他这个弟弟刘娇 封为楚王 封地就在蓬城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徐州 是接替 韩信的 那么一路下来 这个家族都住在蓬城 到了八王之乱 东晋了 到了永家之乱 北方的民众纷纷难逃 那么蓬城这一支流姓 也就南下来到了京口 就是我们的镇江 而刘裕 就出生在京口 当然到刘裕出生的时候 这个家族 已经一点都不显客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了 刘裕出生于公元363年 也就是飞水之战的前20年 据说出生的时候 又神光照亮了他的产世 这又是个神话了 而且生下来以后 谁说年龄的长大 成长 大家觉得这小果子 非常的精神 以后必成大器 而且具有他自己的性格 我们看看史料 怎么描绘他的 说刘裕 长大成人的过程中 雄结有大度 长到身长七尺六寸 风骨齐尾 不是连于小结 这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 身长七尺六寸 他既然写出来 一定是表明身材 比较魁梧 那么按后来 研究者的这种 研究结果 那个时期 一尺大概相当于 我们现在 六尺九寸到七尺左右 也就是说 刘裕的身材 大概是一米七五左右 在当时的汉人里头 应该说是魁梧 要不然没有必要洗 那么风骨齐尾 应该说看上去 与众不同 但是怎么个雄结有大度 怎么个不是连于小结 所谓的连是连结 所谓的鱼是有规矩 它就不受规矩 在前提问题上 稀里糊涂 那么由于家族出生 到他这个时候 已经是平民了 加上他从小 也许略迹比较多 所以留下来 我们所知道的 没有太多 关于他的故事 有的 只是留于自己说出来的 说他的一些传奇 什么传奇 我们举两三个 第一 说是他少年时代 和朋友们一起 到金口的一个 珠灵寺 去玩 结果他在人家的 珠灵寺的一个残院面前 十吨子上睡着了 睡了以后很有意思 我们看看大屏幕 说他一个人 睡在讲堂前 这里的和尚就发现 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竟然云云约约 可以看到龙的条纹 你看看这神奇 结果说他醒来以后 和尚告诉他 刘宇很高兴 觉得自己非同凡响 因为和尚是不会说假话的 那么第二个传说 说他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和伙伴们 一起去打鱼 一起去砍柴 但是伙伴们发现 他的身前身后 总有两条小龙跟着他 谁做他长大 这两只龙也越来越大 生气吧 生气 他也很高兴 觉得伙伴们不会欺骗他 还有一次 他长大以后 因为他的父亲 埋葬在金口附近的一座山上 叫侯山 这个镇江据说有天子气 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风水师 善于看墓地 所以刘宇也假装 说请别人 请这位大师 为自己看一块墓地 然后故意把别人 带到自己 路过自己附近的坟墓 结果据说这位大师 大吃一惊来到这里 说这块地 才是真正的风水宝地 刘宇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为什么高兴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当然 所有的这些神话 史无对症 周林寺的和尚也找不到 又年寺的伙伴也找不到 风水师大师也找不到 全无旁证 但是 他的有一个劣迹 却被史书上论论真正记下 说他从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不正业 喜欢赌博 当年有一种赌博的方式 叫做猝谱 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自筛子 那么他经常赌 有赌就有输赢 赌徒讲究的是 赢要赢的英雄 输要输的光棍 但是刘宇 他由于家里没钱 有的时候输他就输不起 老是欠赌资 司马光的资质封建里头 对于刘宇的种种的年轻时候的作为 用了一句话 乃至四个字来概括 用了哪四个字 我们看一看 说刘宇 轻角无形 什么叫做轻 轻就是没有 不承担弱言 他说的话不算数 什么是脚 脑子很宁光 很狡诈 什么叫无形 他处事没什么底线 这就是街头上的一个混混 一个流氓 一个无赖 所以 圣流皆不与相知 上人人事都不跟他 刘宇为何甘愿放弃 通过血战得来的北伐成果 此时的南京 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敬请关注 国史通鉴第十一集 开辟南朝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层住 像当年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新契级这首著名的 《勇欲乐》 金口北固庭怀骨 可谓是家喻户晓 二叔能详 但是人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是 此剧中所提到的济奴 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 刘宇的小名 新契级在这里表达出了 希望像刘宇一样 金戈铁马 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 言辞之中 充满了对刘宇的 一美颂养之情 那么 我们不禁会产生 这样一个疑问 司马光笔下的街头无赖 究竟是如何成为 新契级心中那个 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的呢 历史在何处 发生了巨大的转向 请继续收看 国史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第十集 北斧传承 但我们话说回来 司马光看人呢 他也是戴有色眼镜的 以后我们也要说 那么刘宇的出人头地 来自于东京的 末年政局的混乱 来自于申恩的暴动 那么申恩一暴动 刘宇投身于北斧兵 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重要的抉择 这又是一个乱世初英雄的老套故事 但是对于刘宇来说呢 他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他选择了北斧兵 选择了打叛匪 孙恩在当时看起来就是叛匪 由于作战勇敢 迅速成为北斧兵的重要将领 而孙恩的暴动 孙恩本人就是被刘宇打败的 把孙恩打得走投无路 最后在浙江的领海 投海之杀 那么后来环旋进攻南京 刘宇追逐着刘劳之 投降了环旋 但是投降环旋的时候 刘宇是反对背弃司马原先的 是反对投靠环旋的 那么在刘劳之背叛环旋以后 刘宇和刘劳之的外甥 和吴济以及其他的北斧兵的将领 他们做了另外一次抉择 他们分散了 来避免环旋的关注 他和吴济就来到了京口 那么集结力量 名义上仍然属于环旋 但是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有独立的头脑 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的时候 说到司马光说他的四个字 轻角无形 这也表现这个角字里头 是带有他的智慧 而且死掉里头还记载刘宇 记载刘宇说对他的继母 因为他母亲死得早 他被继母带大 后来他对继母非常的孝顺 可能这也是刘宇 他的一生里头最优秀的品质 所以在打生恩的过程中 其他的部队掠夺民财 他的部队秋毫无犯 那么环旋要称帝 就派人来征求刘宇的意见 应该说环旋这个时候 对刘宇是非常看重的 而且有记载说 环旋的太太 环旋的夫人 非常善于看人 他就对环旋说道 说刘宇这个人 和北斧兵的其他将领不一样 他将来可能是成大事的 他不会久居人下 那么建议环旋早做处理 环旋也看重他 说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现在不能杀他 为什么 我的大业还没有成 我以后还要北华中原 这个人是要用的 所以他征求刘宇的意见 刘宇怎么办 还是那个角质 这个角有的时候 就是智慧 他对环旋派来的使节 说了一番话 楚王 楚王是谁 楚王就是环旋 他是宣武之子 宣武是谁 环门 东晋第一大英雄 勋得盖世 静思微弱 名望久仪 成韵善待 有何不可 静思已经非常微弱了 你们这个家族已经非常有威望了 名望所归 你心善待之事 没有什么不可以 一方面 他在欲擒故众 在迷惑环旋 另外一方面 集结力量 他派人联络了 一共27位 北斧兵的将军 和他的好朋友 来供谋启事 所以当环旋 一旦废除 静安帝 一旦自称为帝的时候 刘宇和他的朋友们 同时启事 结果经过两三个月的打击 把环旋 打亏远行 环旋 兵败被杀 那么刘宇 把被环旋 所挟持到荆州的 静安帝 迎回到南京 从政 静拙 这就是所谓 再造进士 那么再造进士以后 刘宇怎么办 静安帝 非常感谢 非常的感激 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称之为尚富 把他比之为 商朝的义允 和西州的江子牙 让他总督 中外军事 那么他的事业 是不是到此为止 还没有 他还要继续前行 什么原因 各种因素 推动着刘宇 继续前行 哪些因素 推动他前行 第一 是四族衰落 皇室衰微 经过 这一番的动荡和打击 各大家族 已经纷纷 退出历史舞台 你像 狼牙王氏 以王思熙为首 已经玩艺术了 他们退出政治舞台了 陈军谢氏 谢安为首 也退出政治舞台 后来他们的子弟 出了一个 康洛公 叫做谢灵运 这文章可以代表 谢氏家族的成就 黄氏家族 由于黄文的费力 由于黄旋的 取代 结果几乎被灭门 还有宇氏 由于乐中于政治 也杀得差不多了 其他的各大家族 也陷于衰落 东径黄氏是更加 不但军事力量没有 精神上 也已经 他的力量 荡然无存 所以当时的江南 如果没有刘豫 在这里支撑 还真是无法威胁 另外 第二个因素 同盟分化 主盟不移 无论是禁书 还是知识通鉴 还是其他的史料 都记载了 刘豫策划 反对 樊旋的时候 他联络的 二十七位 十多股势力 那么这二十七位 十多股势力 推举他为盟主 注意 不是领袖 只是盟主 暂时的统帅 那么有哪些力量 我们来算一算 第一股大的力量 是刘劳之的嫡系 他的主要人物 叫做何无忌 也就是刘劳之的外甥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没列上去 他的名字叫刘靖宣 是刘劳之的儿子 这是一股势力 是北斧兵的 一股嫡系部队 第二股力量 刘毅兄弟 这个刘毅也是 北斧兵的重要将领 而且他的地位 和刘毅不相上下 至于刚才说到的 何无忌 和刘靖宣地位 甚至比刘毅还要高 刘毅在金口 骑兵反对环玄力时候 这位刘毅 他在扬州骑兵 在盟军里头 他的地位 仅次于刘毅 还有谭氏父子 这个谭氏父子 也是北斧兵的将领 还有其他各个家族 十多古力量 只是刘毅有主见 他是主谋 所以大家奉他为盟主 加上刘靖宣 一共二十八位 看上去有点像 东汉光武帝属下的 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他们只是同盟 那么一旦把环玄消灭以后 这个盟军就要开始分化 其中有一些人 佩服刘毅 跟着刘毅走 包括何无忌 包括刘靖宣 还包括谭智父子 他们跟着刘毅一起走 成为他的 由战友而变成属下 但是也由由战友变成对手 那就是刘毅这个家族 所以这样一来 要把北斧兵重新隆起来 形成一支军队 没有刘毅 还真不行 第三 江南继续在动荡 处处还要用兵 我们刚才说孙恩 跳海自杀 但是孙恩还有一个妹夫 叫卢巡 卢巡重新拉几队伍 有的时候归附于东晋 有的时候反叛 后来他这支部队 吸卷了东晋的 用我们现在的省来看 吸卷浙江 福建 广东 江西 湖北 安徽 吸卷这么多的省 活动达十来年之久 所以使东京的政局 更加动荡 那么还有其他的格局势力 时时和北方的一些势力 相勾结 所以这样一来 江南也并不是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 刘毅在后面那一段时间里头 他的主要经历 应该是金云江南 但是 一个政权的存在 一个势力的活动 他从来又不是孤立的 他往往和他的周边环境 甚至国际环境 他有关的 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国际环境 是打引号的 但是对于东晋来说 它是国际关系 怎么回事呢 这个时候 的北方 又陷入 比较的混乱的状态 回水之战以后 前情迅速崩溃 那么到了刘毅 主政这一段时间 北方它存在几个政权 我们说大的 在现在的山东 和荷兰的黄河以北 那一带 乃至黄河以南 是由一个鲜卑族 木龙家族 所建立的政权 叫南烟 而在荷兰的西部 现在的陕西一带 它还有一个政权 它的名字也叫秦 但是由于我们原来 有一个前情 所以把它称之后勤 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 乘坐江南的动荡 北边的后勤 北边的南烟 经常派些部队 来进行骚扰 来抢夺粮食 来奴隶人口 这个也肯正常 但是在刘豫支掌 东晋政权的这段过程中 他认为不正常 与此同时 历史南烟 也进行了君主的更替 这个君主的更替 新皇帝叫做木龙超 这个木龙超在公元408年 409年那段时间 严格说起来应该是 公元409年年初 还带着部队 掳掉了一批人口 刘豫觉得 必须对这个南烟进行打击 于是 他在这一年的四月 开始北阀 公元409年 刘豫发动了 对南烟的逃伐战争 但是对于这次北阀的 真正动因 却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 刘豫是为了国家的强大 决定兴师北上 也有人认为 国家是其次 刘豫要为自己扬名才是真 那么方志源老师 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而刘豫此次北阀结果 又如何呢 而人们做一个事情 他因各种因素所推动 有些因素 他是直接的因素 有些因素 他是附加激发的因素 而刘豫打蓝烟 毫无疑问 他的直接因素 是为了立位 什么原因 要让东晋的父老乡亲看看 而刘豫 是如何为国家 继续做贡献 那就反对力量再看看 而刘豫 是如何不但 可以贫习内乱 还可以抗拒外敌的 所以在公元409年 刘豫 北上 409年的4月 带着军队北上 经过一场 临近南烟都城附近的战争 刘豫取得了胜利 那么后来 南烟的国主 穆龙超 抵挡部队刘豫部队的攻击 结果带人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 被抓住 这我就要说两个事 哪两个事 刘豫和南烟之间的那一场 大的战争 或者说决战 发生在 离南烟都城 也就叫广固的地方 现在山东的青州 南边不远的 一个叫做林区的地方 在这里 发生一场大战 那么 刘豫的军队取得了胜利 南烟的皇帝 就逃到广固去 结果他的遇袭 他的包围 这都代表着他的权力 被刘豫的军队所获得 刘豫把这些 和据说是 穆龙超 所坐的车 所骑的马 统统运飞到南京 这个时候战争没结束 他干这个干什么 还是两个字 立威 那么打下了广固以后 穆龙超被俘虏 他把穆龙超 也押送到南京 在南京进行斩首 目的是什么 冷南市 立威 但是这个时候南方出问题 孙安的妹夫 卢荀 他的五斗米道 席卷整个江南 南方的北斧兵 抵挡不住 和无忌战死 所以刘豫不得已 带军立即南下 扑灭了卢荀的五斗米道 所以这一场 由卢荀发动的五斗米道的暴动 也是由刘豫所扑灭掉的 在此后的几年中 刘豫领兵 夺取了西川 铲除了境内 就是东庆境内的 各种各样的格局势力 到了公元417年 刘豫举行第二次北伐 那么这一次北伐 应该说是一支真正的北伐 军队打下洛阳 军队进了关中 军队打下长安 后勤 覆灭了 那么在刘豫的打击之下 南烟和后勤 十六国里的两个政权 被他消灭 在这一百年之前 公元316年 匈奴刘耀 攻下长安 西晋灭亡 此后千年古都长安 成为前兆 后兆 前行 后勤的都城 跟汉人没有关系 所以关中父老 关中的汉人 看到刘豫的部队 来到关中 能够打下长安 那么真是极其的振奋 那是百余年以来 第一次看到 代表着正统 代表着汉人的部队 来到了长安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刘豫在关中待了三个月 由于南京发生问题 他带着他自己的一部分部队 匆匆赶回南京 据说关中的父老 采用了各种方式 有护贱的 有贵贱的 但是都没有留下刘豫 刘豫把自己12岁的儿子 叫刘亦真 留在了长安 同时留下了一部分军队 他匆匆忙忙赶回南京 那么刘豫为什么 通过血战得来的 这种北伐的成果 他又放弃 事后证明 关中马上失守 他又回到南京去 因为南京发生了紧急的事情 他又去干 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那么刘豫去干什么 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